今天是本屆立法會最後一日會議 主席梁君彥總結這四年驚濤蟹浪 政治氣氛低處未算低 又形容難為政邪定分界 有時不知誰是人誰是魔 陳偉恩報道 這四年我都說過驚濤蟹浪 像坐過山車一樣 有時環境很好 但突然可以跌到深淵那裏 亦都可以說低處未見低 梁君彥總結今屆立法會 大樓被破壞 加上熱情 取消了七次例會 歷來最多 最終開了1791小時 比過去兩屆都少 六個議員宣誓無效 兩個議員終審裁定非妥為當選 四年都未試過齊人 亦都是第一次 內會破天荒用了半年選主席 25個議員總共被趕走97次 力度最多 要扣點算發併人數 等中點人數501次就少於上屆 叫他看行政立法關係 好像坐在那裏看著那齣戲 那首歌 難為政邪定分界 有時你都不知道誰是人 誰是魔 首歌功能組別議員坐上這個位置 有議員由始至終 只是叫他做梁議員 他說見怪不怪 一方面有議員說我不承認你是主席 我叫他做議員 而方便他會寫信給我 要求我去裁決一些東西 別人怎樣看我 或者怎樣去做 只要自己做盡責任 不會有後悔 不會有其他東西 他說法律顧問評估港區港版國安法 對立法會的影響 未來一兩星期會出文件 至於下屆主席還是不是他呢 我都希望這幾天去想清楚 然後再正式跟你們說 我會怎樣處理 有線理事記者陳慧欣報導